我們繼續開會 現有入境官校政治系師生 由林主任代隊 歷領本會旁聽喜旁聽 我們熱烈歡迎一下 我們現在由高敏林議員執行 時間45分鐘 好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我們的蔡副議長 陳菊市長還有我們所有市府的各位官員局處首長 還有很多關心大高雄市政的市民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想第四個會期已經到了 前幾個會期在每個局處的各個部門的這個質詢裡面 我想敏林都已經提到很多很多高雄市政的問題 也期待我們各個局處能夠加速進行城市的翻轉 讓我們城鄉能夠並進 那前幾個會期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非常關心的就是多元性別平權的問題 我關心高雄市能不能真正落實成為一個人權 成為一個性貧的大城市 我們也看見高雄市在這些年做了很多的變化 所以接下來呢我想今天的總質詢我大概分三塊 這個主題來跟大家來做救教 第一個部分我想就人權性貧的部分 來讓大家一起來回顧 我記得我在第一次的定期大會的總質詢裡面 提到世界人權宣言 也提到聯合國兩公約 1950年大聯合國定每年的12月10日為國際人權日 也就是在我今天總質詢的隔一天 那紀念的就是1948年12月10日通過了所謂的世界人權宣言 以及後續在1966年通過了這個兩個公約 而這個就是我們所稱的國際人權憲章 那我們都知道高雄市 我們有一個很棒的市長 陳菊市長 過去為台灣的民主這樣奮鬥 甚至因為美麗島事件入獄 但是陳菊市長不屈不撓 仍舊走在我們台灣民主的浪潮上 甚至帶領無數的後輩 一起為台灣的民主為高雄的市政而努力 我們也看到高雄市逐漸邁向一個越來越重視人權 重視多元性別的一個大城市 我們看到高雄市是全台灣第一個推動伴侶助記 也是第一個合法伴侶助記公文書 第一個合法伴侶助記證 給所有這些沒有辦法合法結婚成家的同志朋友們 那高雄市也在我們的不管是民政局 在我們的護政事務所 我們都看到不斷的在推動所謂的性別友善廁所 讓帶著小女孩的爸爸 讓帶著長輩的一個女性 甚至所有這些跨性別跟多元性別的朋友 他們進入廁所使用廁所可以感覺到自在 可以感覺到安全 甚至在今年的11月26號 我們也看到高雄市政府 升起了這個象徵多元性別平權 象徵人權受到重視 看見同事的一個彩虹旗 我們也看到高雄市政府非常的用心 還把我們高雄市的高製的市期 做了一個彩虹色的版本 所以我想高雄市是一直一直都走在全台灣之先 而我們期待高雄市還是可以繼續引領全台灣 但是呢在第一次的定期大會裡面 跟我陸陸續續這三個會期以來 還有在各個部門局處的質詢裡面 還有好幾好多件事情我們還沒有做到 所以在這邊呢我想跟大家一起來檢討 我們在第一會期的時候 當時我們的陳菊市長承諾 我們要來做一個單一的窗口 我們要責成副秘書長來做這樣子的聯席會議 但是後來我還是沒有看到有一個具體的一個作為 然而我們也看到民政局長在這一次的民政部門的答選裡面指出 他說奶千局長說他願意率先來跟我們所有高雄市的所有這些性別平權 包括同志團體包括女權團體包括很多很多相關的學術界的朋友 一起來溝通而奶千局長有答應我 他說他要帶頭來做這個聯席會報的業務 所以在這邊我期待這件事情不要發生的太晚 我希望我們高雄市的同志朋友 認為一個LGBT認為一個性別的朋友都可以在高雄市生活到 生活在這個高雄市感覺到安全自在 第二個也是在我在民政部門質詢裡面提到的 也是我陸陸續續幾個會期以來一直在談的市民集團婚禮 我們都知道現在儘管全國都在討論婚姻平權的法案 但是我們知道我們高雄市是一個性別平權重視人權的城市 所以我希望的是市民集團婚禮 以民法來論 在過去我好幾次的總質詢部門質詢都提到了 儀式婚跟登記婚 如果今天的婚禮已經不再是具有法律的效益的話 如果今天婚禮只是一個開開心心 接受大家祝福的儀式的話 是一個活動的話 那麼我們不應該排除同志朋友 來加入我們的市民集團婚禮 我們應該讓這些也許沒有辦法合法結婚成交的同志朋友 他們如果願意在一起 他們如果願意在一起一輩子 我希望他們都可以參加我們的市民集團婚禮 接受我們城局市長 接受我們康律城議長的祝福 接受所有親朋好友跟高雄市民的祝福 第三我想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今年的同志大遊行 其實今年的同志大遊行 我覺得必須要檢討的有非常多的部分 其實我們這一次主辦的這個同志朋友的團體呢 他們有向我們的市政府相關的單位申請入權 可是在當天呢 我跟簡煥中議員 甚至我們的新聞局長 我們一同都走完全程 然後我們看到部分的路段 申請的入權 可是卻是人車爭道 那我覺得這個是高雄市應該做改善的部分 為什麼我們在辦國際馬拉松 我們在辦不同不同的不同類型的大小馬拉松 我們都看到交通大隊 看到市警局 看到很多很多為安的處理 跟市前的準備 跟道路的指標 那我想 任何一個團體 任何一個團體 舉辦一個遊行的活動 如果依法 也合法申請的入權 那我們市政府的相關單位 就有必要 應該把這個入權 的為安 應該要做好 那第四個呢 我想檢討的是 我們的人權自治條例 其實人權自治條例 所以早在縣市合併之前 我們就一直在討論 然而就是因為 碰到縣市合併 有很多代解決的 一些重要更重要更優先的問題 於是就延宕了 那在我第一次定期大會總質詢的時候 我們也得到 陳局市長的承諾 同時 我也陸陸續續一直在 督促我們的法治局長 那我也知道我們法治局非常認真 跟很多的學界 跟我們市府裡面的各個局處 不斷的在討論這些篇章 那我想期待的是 我希望至少 不要在我們任期結束之前 我們還看不到 高雄市的人權自治條例 在議會三讀通過 我希望我們高雄市能夠做為 全台灣第一個最重視人權 最重視性別平權的一個大城市 所以在以上 我想這是我這一整段的 第一段的質詢 我們高雄市如何來檢討 如何來更提升自己 成為一個人權 而且性貧的大高雄 那第二段呢 我想 我想大家也都很關注的 就在前幾天 11月29號 我們高雄市終於很開心了 迎接了我們捷運 南岡山站的這個陸竹 岡山延伸線的國防會的通過 很多市民朋友不了解 常常在地方的鄉親 常常都在地坑 質詢我們 真的是質詢 也是質疑我們 質疑為什麼高雄市都沒有辦法做 質疑為什麼台北市一年一條捷運 高雄市十年只有兩條 那我們也花很多很多的努力 跟我們的市民朋友來做溝通 我們知道 過去就是因為中央政府 不願意重視高雄的需求 不願意重視南部 我們所有市民 所有台灣人民的心聲 所以呢 也刻意的去阻擋我們高雄的發展 然後我們看到小英總統上任了 我們高雄翻轉的機會來了 我們看到陳局市長 帶領市府的團隊如何努力 再一次再一次的不斷的溝通 不斷的遊說 包括我們捷運局 包括我們的副市長 包括我們整個市府團隊 全部都非常積極的爭取 那很高興我們終於看到 11月29號國發會通過了這樣 第二階段的部分 所以接下來齁 我可能想要請教我們的捷運局長 到底我們的 鋼山路竹延伸艦 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鋼山捷運南鋼山站 到我們的火車站 這是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是我們的火車站 到我們的大湖 然後連接到台鐵 這第二階段 我們具體簡單的時程 供期何時可以細部設計 何時可以開始動工 預計何時可以完工 預計何時可以通車 我想請我們的捷運局長 等一下來做回答 那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都看到這是我們未來 我們的紅線 可以延伸到極北邊 甚至未來有一天 我們還可以延伸到 連接到台南市 那這是我們現在 鋼山的火車站 那這是鋼山火車站的對面 我想這幾張圖片 都是我自己本人去拍的 而且我在第一次第二次 的總質詢都有提到 我們鋼山火車站的對面 就是所謂的鋼山 國菜批發市場 如果未來我們的鋼山捷運站 要延伸到火車站前面 這一塊的土地勢必 上面的這些攤商 我們要有一個很妥適的 安置的計畫 然後我在上一個會期的 這個總質詢裡面 並沒有得到 我們包括農業局 包括當時 澤成的曾經的副市長 都沒有一個很具體的回應 所以針對這個部分 我是不是能夠請 陳菊市長 或者請我們哪一位副市長 還是我們農業局長 來回答 到底我們這些攤商 何去何從 我們高雄市政府 能不能保障這些 可憐的攤商 阿伯阿伯 他們的工作權 我們會不會讓他沒有工作 再也找不到地方賣菜 所以這以上兩個問題 我們高雄是如何成為 一個人權性貧的大城市 如何檢討並且提升 第二個問題 是我們鋼山路逐延伸線 我們捷運的進度 以及我們果菜市場批發的進度 是不是我們請相關的局處 首長來做回答 來捷運機長請答問 謝謝 謝謝副議長 感謝高委員 那跟高委員報告 有關鋼山路逐延伸線 一階的部分 一階的部分 我們在國外會審議通過之後 我們隔天就辦理我們基本設計的委託 那因為整個騎乘其實 我們鋼山沿線的居民其實他們是非常的陰切 所以我們一直希望把它縮短這些期限的部分 那我們希望一階的部分 在明年基本設計可以完成 那經由工程會的核定之後 我們就可以立即辦理發包 同時我們也希望把期程 縮到明年底 明年下半年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來進行 相關的這些工程的一個動工的部分 那整個騎乘完工的部分 我們希望把它放在 盡量縮短在109年 甚至我們希望到108年的時候 就可以把這一段的工程部分可以完工 第一階段 鋼山 捷運南鋼山站到火車站 那第二階段的部分 因為可行進通過之後 我們接下來必須馬上辦理 綜合規劃環境影響評估 都市計畫變更 那之後這些核定之後 像一屆一樣 核定之後接下來 我們會立即辦理整個基本設計的部分 那基本設計經工程會審議通過之後 我們接下來會立即辦理整個統包案的部分 也就是說把細部設計跟工程合在一起 然後盡量把這些期限可以再縮短 那這一個期限的部分 我們目前會朝兩個面向來說短 第一個面向部分就是 中央核定的期限 因為中央核定期限 我們跟整個工程施作的期限 都差不多一樣的時間 那自從我們新政府上來之後 其實這一段的時間 都有比較顯著的一個縮短的情形 好 謝謝局長 我告訴你一件事情 我相信陳局市長非常清楚 我們在中央政府有非常多 所謂有高雄經驗的這些行政首長 除了我們高雄市的九位的區域立委 部分區立委另外還有兩位 此外我們還有曾經擔任我們副市長的 吳鴻謀擔任公共工程委員會主委 我們有何啟工擔任會服部次長 我們有前副市長李永德擔任客委會主委 兵役局長擔任退府會副主委 還有我們易卡通公司董事長擔任交通部次長 觀光局長許傳勝出任行政院東部服務中心等等 我想在這個中央政府的層級裡面 有很多具有高雄經驗 知道高雄人民新生的所謂的行政首長行政長官 那我覺得我們的市政府一定要加緊腳步 因為這就是我們高雄翻轉的契機 我們要讓小英政府讓總統讓行政院聽見我們高雄的聲音 我們不要再等捷運等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一等再等 局長您認為這樣的情形會發生嗎 陳儒高院所講的所以我們這一次國外會的審議部分其實說得相當短 國外會我們從交通部送到國外會之後 其實在一個月內就已經完成整個大會的審議 所以跟往常的部分其實差異相當大 所以我們很期待小英政府應該也要獲得一些肯定 包括我們陳局市長所帶領的市府團隊也應該獲得肯定 我們都要做我們也都一直在做 我們也希望我們的市政府可以做得更好 讓北高雄的發展可以更進步 那最後局長請坐我提醒您幾件事 未來我們在細部設計的部分動線的規劃 周邊停車位的規劃 還有我們跟台鐵的串接 整個戰體的設計美學如何融合 台鐵它的設計也是非常的老舊 我們如何融合 那又如何融合我們在地的元素跟特色 比如說鋼山的羊鋼山的螺絲鋼山的空軍 鋼山的航空教育館等等 我覺得這些美學要如何融合 那我們的大鋼山可以變成一個很有時尚感的 甚至是又融合在地精神的這樣子的一個美麗的戰體 這是我的期待 那第二個部分我想時間非常的有限 我是不是等一下最後再請我們的農業局長來回答 我們果菜市場如何來安置這些 我們大概一百多攤的攤商 然後我們的安置的作業跟騎乘在哪裡 要把他們安置到哪裡 那不願意接受安置的我們有沒有什麼樣的輔導的計畫 這些要非常的清楚來回答我 那第三個部分我想 其實前兩天大家應該有看到我非常的關心 我們高雄市藝術文化層面的事情 那昨天我也在議會有做針對一些預算來做質詢 那我想過去大家都說我們高雄市是一個文化的沙漠的城市 但是在這邊這幾年我們看到陳群市長帶領的這個高雄市 不斷不斷的在文化藝術在設計的方面 不斷的有很顯著的這個進步 但是我在這邊要講的 從市長擔任高雄市長以來 再到2010年市長擔任大高雄的市長以來 我們看到很多資源還是放在原本的原高雄市 那在這邊我過去也曾經質詢過我們時任文化局長的史澤副市長 我感覺到我們的資源怎麼都放在南高雄 我們南高雄好多計畫 我們南高雄真的很多哈馬新流行音樂中心 非常多非常多總圖書館 我看到北高雄沒有東西 我只看到在各個的鄉村有所謂的這個異歲節 就把一些布袋戲 一些劇團還是一些歌舞表演帶到我們的鄉村 帶到我們的北高雄 但我期待喔 我們的文化的資源應該也要成鄉並進 我們應該多放一些資源給原本的北高雄這邊的鄉親跟市民朋友 因為我們也需要文化 我們也需要提升我們的精神 我們也喜歡這些藝術的東西 但是我們看不到好的東西 我們看不到好的展覽 在我們的岡山文化中心 那所以在這邊我想提幾個重點喔 就是剛剛講的 第一個 我認為高雄市的文化資源分配不均 我期待未來在北高雄能夠看到具體的預算 能夠來協助我們北高雄來發展文化跟藝術的 來提升市民朋友的生活品質 再來我想喔 昨天也特別有就教我們的新任的文化局長喔 文化局長 您的資歷實在是非常的豐富喔 我看到您真的是 我們全台灣第一位以設計專業來擔任這個文化局長這個角色的職務 那特別是值得一提的 您不但也處理過這個華山 台北市的華山的計畫 那也處理過這個SIR 那也處理過我們高雄市的文化景觀審議 處理過也是我們主要來推動高雄設計節 好漢玩字節等等的相關的活動 那我也看到包括博二的這個公仔設計 也都有您的參與的角色在裡面 那於是乎我們自然而然會對您有非常非常高的這個期待 我想前幾天之前的這個包括酷兒影展 包括我們的高雄電影節 我都有看到您親自到現場去 而且那個時候您還沒有 第一場的時候您還沒有上任 那我可以看見您要擔任這個文化局長的角色是非常的用心 但是呢昨天呢我特別質詢啦 當然這是因為可能這些預算都早在你擔任局長之前 都已經大概都已經決定了啦 那我特別有提到兩個點喔 第一個點就是有關我們上個會期通過的這個高雄市文化專職機構 行政法人化的這個自治條例 我在這邊要強調 再次的請我們的局長 能夠加強我們文化局所有同仁內部的溝通 避免影響我們這些歷史博物館 圖書館 電影圖書館 這些所有的工作人員 無論他是正職 無論他是約聘僱 都要讓他知道 行政法人化並不會導致他 喪失的工作機會 這個內部的溝通要讓大家消除疑慮 而且要有信心 行政法人化是讓藝術 讓文化的資源公共化 是讓市民朋友 是讓公民可以參與到這個 藝術文化的資源的運作裡面 同時也是一個加速 我們所有簡化很多繁瑣的這個行政流程的一個很好的作為 也是我們高雄市 也是我們全台灣第一個通過這樣的一個文化專職機構的行政法人化的一個城市 所以這一邊我特別要提醒您第一點 就是昨天再問您這個預算的部分 有關這些工作人員的工作機會 是不是要受到保障 會不會受到影響 這個我們內部溝通一定要再做檢討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我 我昨天也有提啊 就是我看到好多好多的預算 都是文化部 來補助我們的高雄市 包括高雄市眷村地圖小故事 包括我們鳳山黃埔新村 包括我們左營的這些明德建業 這兩個眷村 可是我一直都沒有看到我們的岡山樂群新村 沒有看到我們的岡山省村 那我也很感謝我們高雄市這麼用心喔 跟文化部要了27億 做了這個左營建成計畫 做了這個新兵計畫 希望能夠復興我們左營的這個舊城 讓這個舊城門 舊城牆能夠再次被看見 也重建這個地方的文史跟地區的連結 那我看到哈馬新的新兵計畫 但是我完全在預算裡面 在我們每一次的這些 業務報告裡面 每一次每一本 我都沒有看到北高雄的文化資源在裡面 我也沒有看到岡山的文化中心被列為 我們高雄市最重要的 這個文化資源要落實的地方 北高雄沒文化嗎 北高雄不需要文化嗎 岡山人沒有文化嗎 我想岡山是一個人文繪綴的地方 它有豐富的歷史 有阿公殿西纏纏而流 那邊還有眷村的文化 有空軍的文化 還有在地鄉親農村的文化 這些都是很寶貴的一些文化 而針對眷村的部分 我從來沒有看到 高雄市我們的市府文化局如何的重視 如何的要去做 所以針對這個問題 我從預算裡面看到 從業務報告裡面也都看到 那昨天的局長您也坦承 也許我們不夠重視岡山是嗎 是不是可以請我們局長來做一個回答 來文化局長請答我 謝謝副議長 謝謝議員 那我想還是非常感謝議員 持續關心這個眷村這樣的一個議題 那確實 昨天也跟議員坦承 我們現在確實很多的一些計畫的資源經費 是放在黃埔放在佐雲 可是呢我們其實在最近都在做一些討論跟檢討 我們希望說 因為陸海空這樣一個眷村的一種生態圈 確實是高雄非常豐厚 只有高雄有 對 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一個文化的一個生活脈絡跟資產 所以針對這個部分 因為確實就從預算的一個編列來講 我們是看不到這樣的東西 然後我們現在在做一些內部的一些討論 不然昨天已經跟議員有做一些回覆 我們希望再趕快做一些相關的一些規劃 好 謝謝局長 我想我們來看幾張照片 這些都是樂群還有省村的照片 他們有一些巴洛克式的這種拱狼 有一些特別的洋樓的建築 甚至呢 我們的這個省村 還是我們得到金鐘獎入圍16個獎項 甚至產出影帝的一把清電視劇的一個電視劇的這個劇場的現場 那這麼美麗的地方 我們希望還有這麼美麗的觀色 我們希望我們的高雄市能夠更積極去做一些努力 那不要讓這些地方變成美好的歷史建築 例如市定古蹟 雜草重生 然後呢 民眾都不敢靠近 晚上很黑 甚至有這個社區治安的疑慮 我想這麼美麗的地方 我們是我們高雄市的資產 那即便它的土地所有權 即便它牽涉到國防部 傲慢的國防部 不好溝通國防部 我覺得我們文化局都應該努力去做溝通 那我們來回顧這些有關眷村的活化 跟我們要怎麼樣再利用 我們都知道過去 大概是從2007年立法院就有通過這個 《眷改條例文化保存修法》 到2009年國防部 公布國軍老舊眷村文化保存選擇及審核辦法 到2010年核定了全台灣13處的 眷村文化保存區 然後一直到2016年今年的3月 立法院又再次召開了一個 《眷改條例》的修法公聽會 那這些立法的這些修法的嚴格裡面 我們看到 因為過去的國防部 他們的眷村政策就是以 拆除改建為原則 所以我們好多美麗的眷村 全部都被拆光光 包括我們的這個岡山也是啊 本來有35個這個建築群建築庭院 拆一拆剩下只有眷村跟樂群村比較有看頭 其他都已經不見了 那我們也看到有一個關鍵點 就是2010年 有核定的13處的這個眷村文化保存區 但是這裡面 在當時的高雄縣政府 那個跟陳局市長沒有關係 過去的高雄縣政府 從來就沒有把岡山列入這個13個文化保存區 也沒有跟文化部講 也沒有跟當時的這個國防部來做溝通 所以現在我們能不能努力 在我們陳局市長 在我們高雄這麼多區域立委 在我們高雄有這麼多有高雄經驗的這些行政首長 進入到中央政府 我們能不能好好跟他們溝通 能不能把岡山的眷村 納入第14個保存區 能不能再跟文化部多要個好幾億 來把我們的岡山眷村文化好好的振興 讓我們岡山眷村的子弟 還有我們熱愛這些文化的文藝青年 文藝中年文藝的市民 可以看到這些眷村的活化 可以看到阿公店西畔 有一個不一樣的建築 裡面有很多的藝文活動在那裡發生 有很多的社區的再生 還有改造青年力量的投入 可以在那裡發生 所以我想針對岡山眷村的問題 我真的在這裡要懇求我們的城局市長 市府團隊以及我們的文化局長 拜託大家千萬不要覺得這是國防部 所以難溝通 不要忘記自己的力量 我們在中央政府 我們在區域立委 這麼多立委 我相信大家願意看見岡山 也看見岡山的需求 那接下來我想要談的是一個有趣的活動 我這個人非常喜歡這個法國文化 那我其實前幾次的這個總質詢裡面 一直很想跟大家談的 就是一些高雄文化的問題 那一直沒有機會談 那今天借用這個時間 也借用我們新任局長上任的時間 尤其您又是文化設計的專業 我一定要特別跟你們提 這個是法國巴黎 他每一年都會舉辦 就是白皺之夜 白皺之夜要幹嘛呢 就是呢 所有的這些文化場館 美術館 博物館 各種的劇場 全部都變成一個開放的 他是一個不夜城 在晚上有很多的市民朋友 都可以從家裡出來參加 看展覽 可以看音樂表演 可以看現場的劇場 可以看街頭藝人 非常非常多的這個市民朋友 巴黎的市民朋友都會出來 那這個活動在2002年開始由巴黎市政府來創辦 目前已經有120個歐美的國家 首都跟城市 一起來響應了 那我想這些照片都讓大家覺得很吸引人 有一些是光影 他們利用光影 多媒體打在舊有的這些古蹟歷史建築上 然後讓大家對歷史建築有重新一個不同的詮釋跟想像 還有包括這樣子很多很多戶外的活動 摩天輪 還有很多這些音樂表演現場的表演 甚至一些演講也在那個公開場合 就在那個夜晚發生 那我一直很想提這件事情 在我們高雄市 可是我也很遺憾 被台北先做了 好 我們看這次巴黎的畫面 這是一個類似教堂的這樣的角色 裡面打了不同的光影 大家對教堂的想像就完全不一樣 而在裡面有不一樣的音樂表演 甚至電音的表演都可能在那裡發生 那台北在今年也做了一個白奏之夜 那他們也利用 因為柯市長打開北城門的那些周邊的障礙物 那把光影打在北門 然後在這整個台北的市區裡面 看到很多很多這些有趣的活動在夜晚發生 那也引起非常多的迴響 那我在這邊提台北市的經驗 提巴黎市的經驗 我不是想要我們高雄市複製巴黎複製台北 而是我希望能夠提供一個新的刺激跟想像 我們高雄市有這麼多 這麼多38個行政區有山海和港 我們怎麼樣做出行 做出一個高雄市的城市美學 我們高雄市的文化美學 我們要設計高雄成為怎麼樣的一個吸引人的城市 有沒有這樣的文化活動 像文藝青年我很想去參加 結果每天我住在岡山 我每天忙完要去市區大概活動也都結束了 那高雄市的很多年輕人他晚上沒地方去 大概只能唱歌 然後跟朋友久久也海產灘 大概不出的然後看看海 大概不出這些上山看看業績 但是我覺得我們高雄市 不論在市區甚至在北高雄 我們都還可以有很多文化活動的想像 這些都是我們可以去做的 我們不要複製別人 可是我們要有能力做出自己的東西 這是這個我所期待的文化高雄 那白奏之夜是一個想像 晚上還是可以有很多藝術的活動在發生 那我們還有很多高雄市甚至有些Life House Life House可不可以擴大來表演 那我覺得這個也讓年輕人有這個舞台的機會 表現的機會 我覺得這個都非常的棒 再來我要講的也是設計之都 我特別有注意到我們的局長 您好像也是台北市 申請設計之都的推動的成員之一 那我覺得這樣子非常好 對我們高雄市是一個很值得期待的一個經驗 台北市的設計之都 大家可能有印象或沒印象 那大家對設計的想像 可能是覺得一個東西 簡單的東西用得漂亮 頂多好使用好使用 這樣就算了 但是真正的設計 它設計的是人的思考方式 它要刺激人的思考 打破慣性 甚至呢要去設計解決問題的方案 甚至要去設計我們高雄市 要成為怎麼樣的一個城市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也是台北在這個 申辦這個全球的這個設計之都 在今年他們有一些很好的展現 那我覺得可以給我們高雄市很多很棒的這個刺激跟想像 比如說跟不同的城市 比如說我們秘書處跟不同城市的交流 我們透過設計之都來交流 我們透過我們很多 包括我們最近才辦的 還有以後要辦的全球交通盛典 港灣城市論壇 我們也可以有設計的文化面的 藝術面的城市的交流 然後我們可以有論壇 這樣的論壇這樣的演講 不同城市的國家 他們的設計專業的人士 甚至是一個城市治理的一個首長 都可以來分享他們怎麼治理這個城市 而他們對這個城市 有什麼樣的設計跟想像 所以以上 針對設計之都 針對白皺之葉 針對這個眷村的部分 我是不是可以請局長做簡短的回應 來 局長請打破 謝謝副議長 謝謝議員 我想剛才第一個眷村的部分 已經跟議員這邊報告 我們會接下來會針對這個部分 會做加強的一些想像跟規劃 第二個部分是那個白皺之葉 它是用這樣3D 3D Main Pin 這樣的一個手法 我想現在很多的城市也都有在玩 事實上高雄以前有些活動也玩過 包含那個屏東的這個萬金教堂 每年的跨年也都會舉辦這樣的活動 那這個在我沒有進到公部門服務之前 我自己本身專業反而是做這一塊 那很好喔 那我很期待局長可以在我們高雄好好表現 那我這個東西回去跟同仁好好演繹 看有沒有什麼樣的方式 尤其是剛才講在北高雄的這一端 我們有什麼樣更多的一些文化活動 可以置入到這個區域裡面 其實我覺得局長要做非常簡單 光是岡山文化中心還有幾個北高雄文化中心 你把那個展覽的層次提高一個level 對我們來講我們都覺得很感動了 我想鄉親要的也不多 北高雄市民朋友 我在內我們要的也不多 我們就只想看到我們北高雄有文化資源 受到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的重視 我們不想要永遠只有那些異歲節 那些歌仔戲 那些布袋戲 我們希望有不同的藝術的東西 不同的文化的活動可以在北高雄發生 那您先請坐 那接下來還有大概九分鐘的時間 我也再提一下也是都是 我今天的重點真的是文化高雄 那所以其他的首長應該覺得可以 就是深深的吸一口氣 還好沒有講到你們 那文化高雄的部分其實還有一塊 在講我們橋頭的這個堂場的活化也是一樣 橋頭堂場現在有那個白屋藝術村 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 還有金甘蔗影展 都有各國的這些藝術家在那邊駐村創作 那他們現在還面臨到 我相信你那天有去看 叫我頭的春秋大夢 莊子藍全兩位導演所拍的 也是我們高雄電影節的這個影展片 那我覺得這裡就凸顯出兩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我們市政府 雖然那是台唐的場區 台唐的地 但是它坐落於我們高雄市 那我們文化局有沒有更積極的 要去把這個地方做為什麼樣的一個設計跟改變 我今天一直講設計 在談的就是要怎麼樣去刺激去想像 然後去突破既有的框架 甚至像夏威夷也有那種小火車啊 就是一個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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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鳳梨園小火車這樣子 就變成一種觀光式的 那也也許是一種想像 那也許現在的白屋藝術村 或者是藝術家進駐來做藝術計畫 來讓各國的藝術家可以認識高雄在地的創作 也是一種很棒的想像 而現在我相信局長您知道他們租約快到期了 接下來我們高雄市對這一塊地方 橋頭這塊地方有沒有什麼想像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我要談高雄電影節的問題 我們其實有邀請很多導演來做這個紀錄片 紀錄高雄等等 但是我在這邊要提齁 有太多創作界的朋友了 不管是玩音樂的玩影像的拍片的拍電影的拍MV的 那他們都告訴我說 蛤這個文化局這個要拍紀錄片 好像只有六十萬怎麼拍 那我覺得這個未來我們在電影節的相關預算 那也許可以做調整 比如說我們就是今年特定邀請一位到兩位的導演 那預算就給高一點 那他的品質可以做得更好 而不要就區區六中他都虧錢 你給他一百萬他還是在虧錢 那我們如果真的要行銷高雄 要記錄高雄的影像 讓大家讓全世界看到高雄的不一樣 我們有些資源的分配 可能就要做一些重新的思考 所以這是高雄電影節的問題 那再來大港開唱最近也很紅 其實也很紅很久 而且我以前也是玩獨立樂團 那我很多樂團朋友都會來高雄表演 那最近這幾天有一個時事議題 我相信你也知道 就是有兩位 一位王世堅 然後一位是顏寬衡 可能要來這個 這個我們大港開唱來表演 那當然顏立委表示他喉嚨不舒服 可能不會來 那這些訊息大家都知道 那我只想提醒局長 就是說我們高雄市辦大港開唱 到底是什麼樣的想像 我們要傳達什麼樣的意識形態 我們要怎麼樣傳達高雄市 跟別的音樂技不一樣的 那個價值是什麼 當然我們今天可以邀請 甚至是樂團自己邀請都好啊 邀請這些Crossover啊 跨界啊 那大家就不同領域的 大家一起來音樂表演 大家也很覺得很有趣 看政治人物唱歌 不知道好不好聽 還是他會不會也Rocker一下 那我講的重點是說 無論這個政治 跟我們的音樂技 它的關係是什麼 要怎麼互動 要怎麼界定 什麼才是一個政治力 沒有介入音樂技 沒有介入文化活動的這個 這個界線在哪裡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任何政治人物 到這個音樂技我們都很歡迎 甚至上台表演 我們都很歡迎 但是 我們到底要傳達什麼想像 如果今天這個音樂表演 只是一個樂團 我也是我的朋友 佐水溪 佐水溪公社 那他們要邀這些立委來 是傳達一個 哭手的想像嗎 就是我們是一個 惡搞的文化 好笑 然後大家來看看 或是醋鼻醋鼻 甚至是有點嘲諷式的 那也許這只是 整個大港開唱 所有表演樂團裡面的 其中一兩個 但是他可能是壓軸 他可能是媒體目光的焦點 而他就確實傳達了 我們高雄市大港開唱的 這樣的一個形象出去 所以我覺得 必須重新來思考 我們都歡迎任何人來參加 無論什麼政黨都參加 我自己也會去啊 但是重點是 我們這個大港開唱 他如果要傳達 是一個搖滾精神 獨立開放自由 不受拘束 自在表演 自在創作 那我們是不是因為 會受到 這樣子的一個邀請 或者是 跟政治有關 而導致我們的 音樂表演的獨立性 或者是受到 再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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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糟精啊 那所以我覺得 要必須重新審慎的 來思考到底大港開唱 我們的大港開唱 跟別人哪裡不一樣 我們有港灣的印象嗎 我們有高雄市跟別的 早期的野台開唱 還是現在什麼 墾丁的 春娜 還是很多很多什麼 不一樣的 獨立的音樂季 還有什麼 簡單生活節 什麼什麼 很多 那我們高雄市 要傳達的大港開唱 到底是什麼樣的 一個印象 什麼樣的價值 我覺得這個是 必須要重新來思考 那最後 就感謝各位 那也希望我們的 那個陳局市長 還有我們的文化局長 還有剛剛我點到的 這個法治局長 跟農業局長 可以針對我所提的 人權自治條例問題 果菜市場簽建安置問題 還有我們的這些 文化活動 到底要傳達高雄 是什麼樣的印象的問題 那也請各位局處首長 來做回答 來那個農業局長先答問 謝謝委員長 謝謝議員 長期對果菜市場關心 那麼 鋼山果菜市場 為了配合 我們捷運 暫體的一個興建 我們之間兩個方案 這一年多來 我們自己講 因為高議員很清楚 第一個 我們必須要解散 鋼山果菜公司 已經解散了 已經解散了 10月1號解散 那麼在這裡 所以我會很感謝 鋼山區榮會的一個體諒 那麼第二個 我們必須要 就現有的我們這些 攤商進行安置計畫 一年多以來 我們跟攤商的那個商會 包括找場地 找到一年多了 那事實上在土地上 有些是土地分歧使用的問題 有些是一個是市場用地 但是和平公園那裡 我們李明的反對的問題 所以到最後 我們說實在的 為了配合 這二三十年的這些攤商 如果是我們沒有去安置它 做好安置 讓他們有一個後續生存的機會 我想這不是政府應該的責任 所以說我們必須 找到一個大盆九層 0.5公頃的用地 他除了可以安置 0.1公頃的新興市場以外 我也希望 這裡的0.3公頃的這些攤商 103位的攤商 能夠進入我們大盆九層 然後讓他們後續可以可以生活 我想這也是政府施政的最重要的目的 我想整個安置計畫 我們就朝這個方向來進行 那麼當然 這中間的過程當中 我們會繼續努力 那麼也感謝高議員 對這個攤商的安置計畫的關心 謝謝您 好 謝謝局長 那我想請您是不是會後 針對這些安置計畫的最新的進度 以及如果不願意接受安置 也就是說他不想再繼續賣了 不想再繼續賣這些蔬菜的這些攤商 我們有什麼樣的輔導跟怎麼樣的協助 這是我很關心 因為很多都年紀很大了 他們可能也沒有能力在什麼二度就業 所以在這邊 甚至他們家裡都還要養很多孫啊 很多小朋友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要請我們農業局長 會後可以補充資料給我 那接下來我請法治局長 可以做回應 簡短回應就好 來 記長請答案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有關於人權自治條例的部分 我們在今年4月15號已經召開12次的協商會議 那這個部分已經全部草案都完成了 那在今年的105年9月12號跟11月25號 也已經召開過兩次跨局處的協商會議 進行逐條討論 好 謝謝 好 謝謝局長 我想跟您確認一件事 我們第七條 市民無分級服務社年齡 身心障礙 疾病 性別 性傾向 語言 宗教 政治信仰 種族 民族 族群 國籍 職業 家庭 經濟背景 其他個別性差異 都享有均平等的這個權利 不受歧視性的待遇 這一條有沒有被改掉 沒有 好 很好 謝謝局長 謝謝 那最後我還是請文化局長來做補充 那也希望陳局長可以針對我所提的三件事情 第一個 人權性平的大高雄 第二個 文化高雄 第三個就是我們的交通便捷跟北高雄 那局長請您簡短回應即可 好 謝謝議員 因為在剛剛不然談到省村 樂群或是橋頭 其實都有面臨到一些共同的問題 第一個 但是財產的問題 還有它在專業處理上 從文史調研到專業修復到活化利用 它是需要一點時間的 那當然還有資源投入 因為其實就地方政府來講 我們在文資上面它需要的資源是非常非常龐大了 所以這個東西當然還是需要很多的一些協助 不過我想態度上這是困難 可是我想態度一定是正面跟積極去投入做處理的 好 我想先做一個簡單的回應 謝謝 好 市長 好 謝謝副議長 謝謝高議員 首先非常感謝高議員 對於高雄 期待高雄成為一個 也重視人權性平的一個城市 高雄市政府事實上在這個部分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我相信在我們的人權自治條例 不需要在還要兩年的時間 我相信我們的法治局跨局處 現在已經進入最後的階段 我們會把人權自治條例 如果經過市政會議 我們就會送到我們的市議會 我們希望高雄的進步 這個部分永無止盡 我們高雄市政府的團隊也不斷的努力 做很多我們的作為 不斷的自我檢討 讓高雄真的更有人權 更重視人權 另外我想高議員非常關心 我們的捷運延伸到鋼山路主的部分 這個部分其實經過漫長 將近15年的時間 27次被退回 整體的預算大概300多億 現在至少這樣的一個方向 延伸到路主這個部分已經確定 不過剛剛捷運局長已經說明 這個中間還有很多過程需要努力 我希望這個時間能夠縮短 我也跟整個高議員提到 最近整個台積電非常有可能到路主 做一個比較大的投資 還有我們的經濟發展局 在不管跟高雄很多的產業 我們最近的一個接洽 很多的投資方案 幾乎都在北高雄 所以這個部分 我相信跟我們路主的延伸 未來我們在國發會 跟整個所有的委員說明上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有利的條件 所以我希望時間能夠縮短 所以這個部分 另外我想整個文化高雄的部分 過去高雄城鄉確實有所差跡 我希望我們未來 我們任何所有的文化藝術表演 除了在整個都會區 也希望在我們的岡山文化中心 也希望在北高雄的部分 這個部分都能夠有很好的堅固 那我想這個部分 我希望我們的文化局 能夠有更好的加油 那非常謝謝 我們非常認真優質的議員 謝謝高議員的努力 謝謝 好 好 置信完畢 休息十分鐘